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卫视话题类喜剧节目 欢乐东北风第四季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李季 你们好吗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为您喜欢的喜剧盲盒来投票 当然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参与到我们的弹幕讨论当中 大家一定要积极踊跃地发言 那接下来就看一看 今天的四组喜剧盲盒 都有什么 请看 来 首先我们看一看 一号喜剧盲盒 精神小伙 这话题简直就是 为我量身定制的呀 怎么样 我精神吗 这后边啊 一定是一个精神小伙 感兴趣的话 给他投票 来看二号喜剧盲盒 难忘今宵 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 每年的央视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 演唱的歌就是难忘今宵 难道这盲盒背后 李古一老师来了 保持期待 来看三号喜剧盲盒 家长的面试 来看四号喜剧盲盒 媳妇不在家 这个话题真是不敢想啊 想想都开心啊 所以各位 一看你就有媳妇 乐得比我还脸啊 来吧 我们接下来就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码投票 选择你们最想打开的喜剧盲盒 三 二 一 投票开始 我们看到大家选择的是二号喜剧盲盒 难忘今宵 直接打开盲盒 揭晓谜底 郭王老师 欢迎您 这一看就是得上了岁数 您有三十五吗 公岁 公岁 挺好挺好 那郭王老师是咱们欢乐东北风的老朋友了 那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个作品呢 说起来很难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家人聚到一起 真的挺难 因为孩子都长大成家立业了 你要不识点小妙招吧 都聚不到一块都吃顿饭 我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 咱们这些作为子女的呀 回家看看爸妈 这是咱们应尽的义务和侄子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郭旺和他的搭档们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难忘 今宵 有请 欢乐东北风第四季 暴笑演绎爱的千百种可能 欧阳被迫去相亲 喜提惊吓三重礼 这是什么 水肉啊 这是你的骨肉 你带点子 张小伟夫妇 鹿子野 迷失丛林 育野人 他们打人 是真的 一小村的爱情 在哪里呢 Oh my 他好像很流能 12月23日晚 21点15分 不见不散 你把电视关了 闹嘴 这也太肃静了 你再打着吧 你到底想咋的呀 我姑娘回来了 还姑娘回来了 收折轮得来了 老大 老王 老王你来得这好 赶紧打包 这又开始折磨我了 快打包来 这个这个 行行行 不着急 怎么着 老哥 家庭聚会 又变成 二人世界了 不是我说你俩 这事吧 你得提前定好喽 定了 人家都忙回不来嘛 打电话催 催了 咋催的 还咋催的 喂 姑娘 有事啊 回家呀 干啥呀 吃饭呐 吃过了 有事吗 没事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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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等一下 谁这么不懂事啊 老大呗 谁老二打 打了 你不打的用户正忙 sorry sorry please 可吐 卡吐 空吐 卡吐 忙 明白没 明白了 这电话让你俩打的 行了 电话给我来 干啥 我给叫回来呗 我这当亲爹的都叫不回来 你这一个外人就能叫回来啊 嘿 要是我这个邻居把他们叫回来了怎么办 老王我跟你说啊 那真能把孩子叫回来 你下巴妹子对饭我供了 我供你到死 你真缺德 嗯 兄弟这个话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我就还不信了 我就来 是这个是吧 啊对 好嘞 喂 李李 哎不是 我不是你爸 我你王叔 啊 我 我没事 你干啥呢 哦 同学就会喝酒呢 啊 我没有啥事啊 但是你爸你妈有事 嗯嗯嗯 我跟你说吧 你爸你妈呀 离了 哎 哎 怎么还动上手了呢 别动手 我跟你说 还耗上头发 别耗头发 你们俩呀 孩子听着呢 我没挂电话 那啥李李没事啊 没事一切由你王叔 好的再见 哎呀 这敢把我怼过呢 你俩 不是 你这干啥呢 这是 咬人啊 你咬什么人 你这不是欺骗孩子呢 嘛 你咋就没想明白呢 嗯 你说啊 就你俩这岁数 跟你俩玩多说 活一百 还有三十年 嗯 三十个春节 三十个初一到初三 细一算 孩子能陪你俩也就 摆上来天 也就那样 是吧 小时候 你俩陪孩子玩 嗯 现在都这岁数了 也应该让孩子陪你俩玩 所以你管他真假 就这样演下去 知道不 不 不 管他真假呢 那不 坐这 情绪保持好 一会儿这孩子就来了 知道吧 他能不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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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 来 听我口令 脸拉了下来 对 准备好啊 见话说好 能行啊 老板 嗯 小坐 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这 这小气氛 哇 老鼠 我咋的 就像我有事了 是这 老大老二都带姑爷回来就挺好 啊 老鼠 你说那事是真的呀 这我能骗你吗 谁能拿这事开玩笑啊 这不嘛 离了 有点东西不要 我脸不脸的 我先走 啊 嫂子 那个 我就先走了啊 哎 那么他 他刚说 你走啊 嗯 那 那啥 你慢走 有谁你可回来呀 那啥 那个 在这儿呢 我也就住你们家 哎呀没啥住去了啊 再见 哎 慢走啊 哎 那啥 孩子们都坐吧 都坐吧 来 好 哎 那啥 你说我呀 知道你们忙 这没想让你们回来 这这这都是专门跟你们做的 那快吃吧 谢谢妈 都吃吧 吃吧 这菜都老好吃了 谢谢 你咋不吃饭呢 妈 我作为这个家的长女 我就想问一下 这顿饭 到底是什么意义 没啥意义啊 啊 不就是过节了嘛 我跟你爸呢 也都想你们了 就是给你们 做了一桌的菜呀 你们回来吃 这就是一顿 普通的家常便饭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 这是散伙饭 这顿饭谁要是能吃进去呀 说的文明点 那就牲畜 妈 啊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什么离 为什么现在才离 姑娘啊 你爸真没想那么多呀 爸 我不管你咋想的 这不 就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 来说一下 到底是啥理由 要不然 媳妇回家呀 我坐着 要不然 没完 哎哎哎 大姐 淡定 你这还搞法律的呢 什么心理素质 啊 我有点太浮躁了哈 哎爸爸 妈 嗯 你俩说说吧 这事儿谁提出来的 你妈 妈 啊 你说说吧 因为啥呀 什么因为啥呀 因为啥离婚呢 我啥离婚 哎 就 就你爸爸 这个人呢 钱都给我花了 这些年也不打我 也不骂我的 在外边还可文明了 也不张花 也不惹草的 所以呢 所以不就得离婚吗 你说的什么玩意 你那是 妈妈 我怎么越来越猜不透你了呢 我尽力了啊 行了 都别猜了 这还没听明白吗 人家呀 就是压根都没想告诉咱 咱还是吃饭吧 啊 我宣布 今天这顿饭 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 明天咱就民政局 哎呀妈 你都气死我了 妈呀 我又错了 哎呀 姐 听明白咋有事儿没 别跟我说话 烦着你 哎妈呀 像我愿意跟你说话似的 你干啥呢 啊 还吃呢 你没见过饭是咋的呀 你干啥来了你呀 做题呢 回家呀 回什么家回家 我告诉你啊 再提回家 你看我搂你不 去呀 去哪儿啊 劝劝 劝谁呀 被谁劝谁 哥你能不能脾气改改你 姐夫你猛了 让你劝我了吗 让你劝老头呢 哥我不敢了 姐夫你别抱我 我更不敢了 哥你陪我去呗 姐夫咱来一起去行吗 好嘞 好嘞哥 爸 滚 失败 吃鞋吧 吃鞋 我带你干啥来 我就说 洗完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他咋是这样 爸 你吵开什么 我给你带我 我给你带我 我们家 你也有点不明白 你看我 你看我不怎么老大妈离婚 那你就让你看个人 都看不明白 谁呀 我 我在外面都听不下去了 都别吵吵了 我说一下吧 他俩离婚这事啊 我编的 王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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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哪 你知道我外面喝了正孩子 怎么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那行 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介绍介绍剧情 故事背景 老两口想孩子 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你们放老人鸽子 解决办法 假离婚 主要目的 让你们回家吃饭 演员 你们几个 编剧 导演 反一 我 现在这有啥事 冲我说 有骂我 得我装听不着 有打我 得我暂时不哪吒 有没有 三 二 没有 那我就先撤 对 走之前呢 我也得跟你们家说两句 老哥 这脾气 跟你说 别以为孩子不回家 心里就没爸妈 错了 还有你们几个 挺好喽 别以为爸妈说 挺好的 就真挺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演员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卖力的演出 那刚刚郭旺所扮演的这个老人啊 十分想念孩子 才想出了假离婚这一招 骗孩子回来 这呀 才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这老人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些在外拼搏的孩子们一面而已 在这呢 我也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 不管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有多忙碌 这过年过节呀 还是应该多回家 陪陪咱爸咱妈 电视机前呢 观众朋友们 您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搜索互动话题 难忘经销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家庭故事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选择了 三个喜剧盲盒 全看您的选择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进行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 开始 三号喜剧盲盒 接下来盲盒 开启 有人吗 这盲盒里面怎么没有人 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这盲盒里边还真没有人啊 但是有一张纸 这个 招生公告 尊敬的家长 您好 感谢您对我们艺术培训学校的青睐 由于报名入学人数 远远超出招生计划数 本次招生将补充家长面试环节 全方位考量 择优录取 更多详情 请登陆官网查询 这什么意思啊 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演员 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喂 你到哪儿了 哎呀我这 到 说话 出来了 这不给你后边的嘛 你瞅瞅你 远看向南电县的 近看向咬路断的 高跟铁一瞅 就跟他吃电汗的似的 穿这事来尬了呀 别咱们没用起来 这么着急让我回来干啥呀 再说了 咱俩不冷战你吗 你说得完说的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让你来呀 这不是嘛 人家招生呢 那艺术学校 老好了都 人家今天面试家长 知道不啊 指标就一个 就两家面试呢 我告诉你 不行跟人家说 你是开大车的 那我说我是干啥的呀 你就说 你是做这个 物理产业链的 链 对了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我是杨小金的 你跟人家说 我是做这个 生鲜金球口貌的 真说没毛病吧 话是没毛病 但你一定是有病的 你别整得没用的 行不行啊 今天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快杀了走 给你衣服换上去 换什么换呢 我跟你说 这 哎哎哎 你这商标怎么 这商标怎么还在底上呢 说慢个 哎呀 刀使完了 我给你退一回去 杀了走换衣服 为了孩子 老公 听说了吗 最后一次二选一了 不管对手是谁 必须把他干掉 宝贝 咱们的口号是 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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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你妈 你们也是来给孩子面试的 妈呀 就我这浑身上下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没瞅出来 光不光辉的我都没看出来 但是您二老是老来得子吧 哎 你这孩子咋说话呢 秀人怎么说话呢 看到了吗 法国限量版 如果你现在退出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哎呦妈 你这啥是不是整的呀 这是啊 瞅瞅 直播店九块九买的 挑一个 不是你家是干套圈的啊 你别管干啥的 有的条件 是不是老气人了 哎呀哎呀 谁说挑一个退出 哎呀哎呀老公 快 出头发了快 出头发了 没见过这么大的钻剑吧 你说 你说咱也不乐跟你显的 你说 你说 老公没事 没事 媳妇咱不生气啊 咱不生气 来媳妇 老公呢 从法国特意给你带来的 法国矿泉水 谢谢老公 咱来 咱说 哎呀 媳妇 咱别生气啊 看着呗 米沙子给你整回来的玻璃水 咱来 不是 大哥呀 这玻璃水能喝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现在老流行这歪了呢 素嘴 牙口正亮 闪死你 这真是小刀扎屁股 让我开了眼了 你说谁呢 我说你咋的呀 你再说一把 说谁的你呀 你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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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准快啊 这是菜市场啊 看着灯了吗 坐 各位家长们 素敬 我们时间紧 任务重 今天呢 就是家长面试的最后一轮了 首先 第一个环节 有请两组家庭 各派出一位家长 用外语自我介绍 我先来 请 老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冒昧地问一下 您这是什么外语呢 严谨地说 这是一个小鱼种 小鱼种 小鱼种 我宣布一下第一轮的比赛结果 第一轮 我们第二组家庭落败 第一组胜出 回去回去回去 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 我知道 因为他好这口 回答错误 我知道 因为他媳妇好这口 回答错误 为什么呢 你问 我知道 因为救人要减 回答正确 好 接下来 我要宣布一下第二轮的比赛结果 第二轮的比赛结果就是 第一组家庭 落败 第二组家庭 胜出 太土了 这是干啥呢 回去坐着吧 好不好 下面我们进行最后的比赛环节 教育方式命题演讲 题目是 假如孩子欺骗了你 给大家三分钟准备时间 不用准备了 我先来 请 假如孩子欺骗了你 好 宝宝 你为什么要 吃点妈妈 宝宝 妈妈的心 好痛 我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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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你哭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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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是孩子骗了你 不是孩子打了你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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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啥呀 二位到你们了 老师 我这个想想俩人表演 没问题呀 假如孩子欺骗了你 好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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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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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打着呢 我们禁止这样教育孩子方式好不好 好 来二位 冷静一下 请坐 太认真了 来 请坐 这样 来 我们重新捋一捋 这样 我们换一个思路 好不好 假如 你的孩子早恋了 就是跟这位女孩早恋的 来 李老师上前一步 你们 会怎样 对待这个女孩呢 请 我知道 老公 老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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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喝水干什么还给二十万 拿着我去 这 这个好 人 好用 好用 啥好用 下来吧 看我来吧 哪都有她 行 嗯 嗯 孩子 阿姨 不管你要啥 房你买 要精装的 车呢 在整个三十多万的 要国产的 呃 这些条件是 都答应了 这见家没 啊 没啥 对 说什么玩意 就是说啥呢 大姐呀 这咱那些没用的 就是 不是 那十万菜你不要了 啥 那三斤那咋不提的 哎 臭啥呀 都在你家出 哎呀呀呀 你臭给我们李老师比的 是啊 走走走走 你待会儿我们考虑考虑 你老师 俗不可耐 呸 呸 太吐吐子了 行行行行 玩埋着呢 你怎么 作为家长们 我们结合了一下孩子的意愿 最后我们决定 两家的孩子都不太适合来我们的学校读书 对 为啥呀 这咋说今天老师啊 就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你们真正了解孩子吗 啊 你知道孩子意愿书里写的是什么吗 他们不愿意来我们的学校上学 同时呢 他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多倾听他们的想法 你瞅瞅 咱们使了这么大忌 结果孩子不愿意是这来上学了 我认为啊 这个事它是个好事 证明咱们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可不是咋的 学校虽然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咱当爹妈的言传神教啊 我们做家长的呀 不能把我们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的身上 老伴 你说的对 你干啥 你出点影响 老公 你说的对 我啥也没说呀 这孩子我啥都愿意在演这笔呢 笔的 我笔 笔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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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我们演员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可以理解 家长们呢 都是希望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但有时候不了解咱们孩子的实际情况 总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的身上 往往得到的效果呢就是拔苗助长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您跟我们有相同的看法 欢迎您搜索互动话题 家长的面试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到了我们今天 最后一轮投票环节了 只剩下两个喜剧盲盒 一定要做出您的慎重选择 拿住手机 扫码投票 投票 开始 四号喜剧盲盒 喜粉不在家 获得了大家的选择 接下来盲盒开棋 欢迎张小伟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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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张小伟 谢谢你们 谢谢 这个话题叫媳妇不在家 那我也想问问小伟哥 如果说您媳妇不在家的话 您在家都干点啥 您教教我呗 首先我先说一点 如果是媳妇不在家 对我们男人来讲 对我来讲 那肯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开心的事 因为啥呢 我想干啥 我也能干啥 媳妇不在家没人管我呀 对不呀 我可以去钓鱼去呀 我可以唱歌去呀 我可以打篮球啊 什么都可以 太嗨了是吧 对呀 那您能不能当面来教教我呀 你这样啊 一会儿呢 我会养个小品 你就看我 媳妇走了以后 我在家是怎么开心的 我怎么happy的 怎么快乐 我这从这个小伟哥的话里边 我都感觉这开心呢 真的是按耐不住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张小伟 和他的搭档们 掌声有请 谢谢 行了 老公 送到这儿吧 回去吧 行 媳妇啊 我说下心里话 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说冷不定的 你说你出门去参加抬肩道比赛 你说这一去的一个月 你说你这么长时间 你说你得要我怎么活呀 要不我不去了 那可不行 啥意思啊 不是 媳妇听我说啊 你说你呀 在家闭关修炼都三年了 你有多大能的 你出去让人知道啊 另外啊 获得这个猜猜资格是不容易的 你听我的 你出去打比赛 你能打多久 你就打多久 你要赢了以后呢 你最好别回来 你在外边捋捋柔 散热心 让我这个再压念 我要好好享受享受 要好好再讲 我难受难受 我怎么感觉 你这难受里边 还带着一丝的亢奋呢 不是 媳妇啊 你要大佬说 我这是亢奋吗 我这是无比的难受啊 我感觉你根本不想让我回来 不是 媳妇 你这不是正事吗 你要是不去参加比赛 我一分钟都不想让你走啊 媳妇啊 张妖伟 赶紧走吧 我告诉你啊 你别跟我嘚瑟 你要是在家敢给我抽烟喝酒 整那些没有用的 你别说我回来以后 我就上医院来伺候你 不不不不不 不是老公我说你 你动不动就抬腿 动不动就抬腿 你不分什么厂头都抬腿 我听你 我多听话呀 我也戒烟了 我也戒酒了 再说你也不知不知道 咱家钱都在你那把的 我这一分钱都没有 我拿啥就得瑟呀 那倒是 赶紧走吧 行了 回去吧 走吧 媳妇啊 慢走啊 一路走好 喂 小龙儿啊 你赶紧过来 你嫂子走了 嗨平起来 快来 嗨平起来 嗨平起来 咱们为你干啥呢 好 妈 向我鼓掌 来 怎么向我媳妇这事呢 这出现幻听了吗 你没幻听 是我 妈呀 媳妇啊 你干啥呢 往上看 妈 媳妇 你坐着飞机路过我们小区了 你往后看 看墙上那个摄像头 妈呀 不是 媳妇啊 你怎么这么晚 不是 摄像头还能会说话呀 这晚上啊 你out了吧 现在这摄像头都能语音通话 哎呀妈 媳妇那个真行啊 你说你临走临走 你还按个江湖区给她检视我 谁检视你啊 我不是看你刚才挺难受的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呢 结果你跳得挺开心呢 不是啊 我 媳妇啊 你走了我是无比的难受啊 我跟你 我刚才跳这个舞呢 就叫悲伤舞 但是这个舞前半段呢 是浑快的 后半段是悲伤的 那你直接给我跳后边那段 行 开门呢 谁呀 可能是那个送快递的吧 小伟哥 开门呢 送快递的知道你叫啥名啊 对呀 那快递上面不是写我名的吗 我小龙 小龙不是你好兄弟吗 对 小龙现在又不是啥的 混进去吃了 送快递了 现在小龙 张小伟 你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你赶紧去我开门 哎 你等会儿 你不许告诉他咱们家有监控啊 我看看你咱到这儿想干啥 嗯 哎呀 哥呀 嫂子可涮走了 哎呀 嗨起来呀 站在 来 哥 来 一起跳 我别来 来 来 哥 一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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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跳 看什么啊 你疯了 进来屋子跳什么舞呢 咱俩不一开心就跳这舞吗 什么啊 一开心跳舞 跳啥舞啊 别跳了 赶紧回去 回去 回家吧 不是 你说嫂子走了咱俩开心 要你最放心的吗 哎呦 你妈呀 你说啥意思啊 那赶紧是你嫂子走了咱俩成开心的呗 那不是嘛 不是 你赶紧回去 走 不是 你眼睛咋的了 哎呦 你妈呀 我眼睛咋的了 咋的没咋的 你看我嫂走了给他乐了 嘴都乐歪了 我去瞒 今天老弟就陪你一醉放羞 咱就喝起来 行不行 下去完了 放什么羞啊 干啥放羞啊 喝啥呀 我 你不知道吗 我都戒酒了 我戒酒了我呀 昨晚咱俩咱俩还喝了呢 喝完去的啊 小龙啊 你不仅眼睛不好使 你耳朵也不好使 我昨天晚上 咱俩什么时候喝酒了 咱俩不去散步去了吗 就散 谁 散步 不是哥 你今天 牛腿反常啊 哎呦 我的妈呀 你还这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这世俗反常必有妖 我这这样的事 你看不明白吗 我这啥样我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哎呦 我的妈 这进去一点 哥 抽事 你赶紧把这 对身体有害的东西都给我拿走 听着吗 这不是你腌我买的吗 我都戒腌了 你给我买什么腌呢 你让我买腌 你还买酒嫂走了 咱嗨批嘛 你问你妈 赵小龙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买腌了 我都记腌了 我跟你说我戒多少时间了 我都不抽腌了 微信记录都有 你那说不上 跟谁聊的微信呢 我根本就说没让你买腌 你听没 我根本就没让你买腌 张小伟 你啥意思 我没啥意思 你说想赖账 我赖什么账啊 你说不想给我钱 我给你什么钱呢 根本就我没让你买 另外我家的钱 都是你嫂子把 我根本就没有钱 你赶紧我也没让你买腌 但是我都寄腌了 你让我给你什么钱呢 你没钱 你私房钱呢 我就 停 哎 咱们说话就对良一下啊 来 我张小伟 对天发誓啊 我对那边发誓啊 我跟你说 我从来没藏过私房钱 我张小伟要藏过一分钱私房钱 让你扫着力就回来 一脚踢死我 我跟你说 你绝对不在藏私房钱的啊 我这一辈子 我忠心刚刚 我从来不藏钱 行行行行行 好 这是什么 这是钱 私房钱吗 谁的私房钱 你的私房钱吗 小龙啊 我这朋友这么多年我跟你在一起 我是认清你什么人了 你这个人你太损了 你陷害我 你再一张陷害啊 你自己把自己的钱放在我家沙发下面的 完了拿出来 你说这个钱是我藏的私房钱 你什么目的啊 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嫂子干账吗 你不就看不了别人两个伙子好吗 你哪四个人呢 小龙啊 你有什么这样啊 这个 我的钱 废话 这钱在你手里 不是你的钱 那难道是我的钱吗 那我可揣兜了 废话 你的钱不揣你兜 你揣我兜你愿意吗 那还有吗 小龙来 你这样啊 钱你揣兜了 你赶紧回羊 因为你赶紧回去 不是我回啥呀 那酒都没喝回什么家 我喝什么酒 你听不明白人话吗 我戒羊了 我也戒酒了 你想喝 把酒和羊拿走 回去自己喝 不是我还有个事没说啊 那哥 你跟我说也不听 不是这个事我说完 你不但不让我走 还得给这让我留着喝一酒 我不可能让你给这喝一酒 你现在马上跟我走 不是你猜我刚才看到谁了 你还看到谁 看着谁 你初恋 我呸 我 我张小伟啊 我现在我我双手发誓啊 我对上面 我发誓 我张小伟 我张小伟 我从来就没有 我初恋 我初恋就是你嫂子 你嫂子是我最爱的人 苏涵苏涵我爱你 我就像爱你 就像老米爱大鼠一样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过别人 我就是你的我的初恋 我永远爱着你 苏涵苏涵我爱你 我永远爱着你 哎呀呀哥 你是义了吧 我是什么义啊 人家没出国之前 你俩都要结婚了嘛 现在人回国了 就给你家小区买这房子 这说明了什么 这什么 那能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便宜 你可拉倒吧 人家笨你回来的 哎呦你妈 小伟你可别瞎说了啊 别跟他瞎说话了 哥 看来我看着他 我说咱俩晚上喝点 他说呢 一会上来陪咱俩喝点 哈哈哈哈 你说啥啊 你看他跟你高兴的 哎呦你妈 小容小容 你眼睛确实瞎了 你大伙看看我这是兴奋吗 我这是兴奋的感觉吗 我 哎 哎 说草草 初恋就到了 哈哈 不是 媳妇啊 你听我解释啊 事可绝对不是这个事 你等你回来我慢慢 我 我 哥 小伟哥 我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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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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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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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